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桌上这些不同的扭计式 扭计式都有分很多不同款式 例如Rubbix 品牌 就是初级的扭计式 而奇艺 魔域文化 和Gang 就是进级的选择 桌上有Rubbix 2x2 x5 x5 Gang的3x3 Gang的三角形 Gang的收纳袋 Gang的计时器 和魔域文化的Megamax 大家可能不知道Megamax是什么 它是一个五角形的扭计式 它呢 有12面 是很少见的 好了 我呢 就会由左上角开始 到右下角 这个Rubbix 2x2 就适合初学者 因为初学者 就未必扭得那么快 但是如果你去到进级一点 所以呢 你就可能买Gang或者奇艺 然后呢 就去到Rubbix 3x3 那呢 如果你未扭过Gang的3x3 你是会觉得它也挺顺 但是如果你真的扭过 你就会觉得很猛 它呢 都适合初学者使用 但是呢 如果你跌过很多次 就会好像 那么吵 就没有了 那么呢 到4x4 那么 大家觉得它是很顺 或者一些都不顺 刚才看到了 它是很不顺 如果你转一面 它是脱脱的 但是 如果你 好像这样转的话呢 它会顺一点的 所以呢 我都不建议初学者买这款 我建议你初学者买Gang 或者Movic文化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Rubbix 5x5呢 它只能扭一面呢 它就会很不顺 但是 同时 扭几面 就是这样呢 会顺一点的 那么呢 我也不建议初学者买Gang 这款 因为怕就没有出 所以可能 奇异都可以 那么 那这东西是什么呢 我可能有扭这个扭计式的时候呢 它这个呢 就突然间 掉了出来 哇 人家在这儿 害怕的 3乘3了 听说呢 它说很 很顺的 而这张卡呢 就是这个扭计式的 保存症 我们呢 按旁边的两个洞 咚 哇 正啊 好正啊 这个手感 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哇 很多磁石 我可以扭得很快 它是这样 可以教一些磁力的 然后呢 它是很光滑 很顺 好了 那我到Gang的3.0了 刚刚拿过技巧 我觉得呢 它是少一点磁石 但是呢 它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如果呢 你转一点 这个 各个的方法呢 你会看到呢 是有三块胶合在一起的 然后那三块合在一起的 转接位呢 里面 还是有磁石的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呢 然后呢 到这个Gang的收纳袋 收纳袋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是呢 买Gang的产品 它有时可能会冰的 那它放到什么呢 就是放到一个Rubix的二乘二 Rubix或者Gang的三乘三 和一个Gang的三角形 那呢 其实怎么用呢 或者你可能 带这些扭的颜色出街 你可以用 这个收纳袋 至于这个Gang timer 它呢 它呢 既然很好用 但是呢 或者呢 可能 柳袋式的人呢 都很喜欢一款 就是这个Bestack 一个牌子的G4 这个计时器 那些呢 就是公共比赛一定会用的计时器 那最后呢 这个呢 这个Megamix 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 你会看到它这里有些碎 一些碎 它呢 都应该是 将些胶盒在一起 然后就出的了 那么呢 它里面这里呢 你看到它这里可以卡住 然后它可以扭转 那么呢 它的手感呢 很特别 它也挺顺利的 但是呢 它就没有磁石 所以呢 我推荐来用Gang 或者是这款 那么呢 我今天呢 在我这里 最喜欢哪个呢 就是这个Gang的三乘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可以扭得很快 而且呢 它又有磁石 好了 我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 拜拜